我評審我在這裡當評審 你懂格鬥嗎 你有想過那些選手在台下被你評分的時候 他們是什麼心情 狠狠掐住評審脖子 對方也毫不客氣 賞他一巴掌反擊 麥克風更被甩到飛出 我對你動手嗎 恰 自身藝人孫鵬 還有底音的兒子孫安佐爭議不斷 最近又被爆出 他在擔任真人秀的評審時 也是不斷的對著選手周圍的人碎碎念 而且大小聲 這讓其他的評審看不下去了 是直接飆粗口開嗆說我忍你一整天了 而這也導致孫安佐不滿是直接掐住了對方的脖子 而對方也以重拳反擊 兩個人是當場爆發了肢體衝突 場面相當火爆 或許 我跟你講啊 你腦子有都沒關係 過去爭議連連 才宣布要重回正軌的孫安佐 近日擔任真人秀節目評審 疑似在選人階段 不斷對選手周圍的人碎碎念且大小聲 讓旁邊評審很不滿 衝突一觸即發 從頭到尾你評審不在這裡當評審 你懂格鬥嗎 你有不想過那些選手 在台下被你評分的時候 他們是什麼心情 直接孫安佐越聽越氣 一個轉身狠狠掐住評審脖子 對方也毫不客氣 賞他一巴掌反擊 麥克風更被甩到飛出 旁人見撞急忙將兩人拉開 孫安佐前一秒還笑笑轉過身 立刻變臉雙手握拳 還摸了摸被打完發燙的臉頰 而兩人也持續對嗆 我沒在跟人鬧著玩 像其他選手一樣 我沒在跟人鬧著玩 我抓到你那邊 管你現在 落下狠話後 孫安佐直接走出攝影棚 氣氛降到冰點 孫安佐經紀人也回應 全院就是真人實境秀 節目核心就是想傳達日常的小衝突 紛爭就由全賽來解決 而孫安佐過去脫序行為接連不斷 先是在泰國呼麻 還帶瓦斯火槍上性街頭 盡情狀況看似好轉 大方分享父親節 與爸爸孫捧的互動 似乎有意扭轉過去的暴怒形象 如今在暴打人風波 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參選委蔡詩涵 特別報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